中國女星江舒穎 憑藉電視劇《三十二億》 收穫了很高的人氣 登上事業巔峰 而且出席電影《圈華標獎》 頒獎典禮活動 與張小斐同台互動 期間她不小心口誤 將對方的歌曲名稱 《軒草花》 說成軒青草 一旁的張小斐聽完後立刻糾正 江舒穎只能用大笑來化解尷尬 當晚江舒穎立刻PO出 在牆邊伐超軒草草花的畫面 並附上流淚表情符號自嘲到 如果別人喜歡我 還說錯我的名字 那我肯定是不依不饒 透露自己在廁所默寫正確的歌曲名稱 沒小貼文一出 眼尖的網友發現 他勿將饒寫成腦 雖然不久後他就編輯貼文 並收證了這個錯誤 但接連出錯的表現 仍以來不少人留言嘲諷他是文盲 揍不平不敢 他上手 冰箱頭 冰箱頭 小� 冰箱頭 仍以來 那 夢